赵丽妹 你是山东人 我祖籍山东的 祖籍山东的 然后呢 我是成长在河北和北京 现在落户在海口 海口和北京两边跑 因为都有公司 你学表演 还是从小是喜欢艺术 其实我没有感觉 我喜欢艺术 主要是我妈妈发觉到 我有这个表演的天赋 你又能说 然后呢 你平时学习呢 又不是说很专注 然后她就说 那你去学唱歌吧 然后我就去学唱歌了 学唱歌之后呢 结果音乐学院 一个没考上 最后呢 误打误撞 旁边有个报表演的 我妈说你试试表演吧 然后我就报了几个 然后下去考上了 就这么随便考上了 北影的表演的本科啊 这也不是很随便 说起来这种感觉 但是就是说在 这好难哪 全国多少人在抢 是的 天赋啊 但是在那个 一考的过程中呢 肯定也是下了努力了 就比如说 我现在这个身材 属于比较微胖的嘛 但是一考的时候 比现在至少 低收三十五斤 现在是因为 我后来去做自媒体达人嘛 然后就是 现在有点发福了 作息不规律 对 作息不规律 过劳肥 我觉得做主播长时候 主要是因为 都有那个美颜功能 就自己不觉得 对 因为我最近开始播 特别能有感觉 对对对 没错没错 直接就变瘦了 对自己没要求了 其实他还是很苗条 你看那小细腿 还是很苗条的 笔子好 遮上了 很胖的那种都遮上了 你性格是外向还是内向 我这还不够外向的嘛 然后我以前 没有学表演之前呢 是那种 鸟头鸟头的 然后后来呢 现在就明着疯 对 现在就是射牛这样的 射牛 对 射牛 我想问一点啊 你们学表演的 经常出去跑祖是吧 对 跑祖应该挺苦的吧 跑祖为什么苦呢 我觉得好有意思啊 特别好玩 不苦吗 不苦啊 哪里苦 你看啊 去剧组啊 去一个剧组换一个城市 去一个剧组换一个城市 然后接触不同的人 然后演不同的角色 看不同的帅哥 都都去啊